欸 妹妹 呃 欸 小姐 呃 你還好嗎 小姐 啊 血板 路板 呃呃呃呃 欸 欸 對不起 對不起 欸 我很抱歉啦 好不好 我又不是故意了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故意 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引擎牛媽 來玩的這款遊戲 叫做 史瑞克3D 一看就是個非常非常奇怪的遊戲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遊戲 哎呦 血板 左上角我們有一個披薩 然後他說 稱與0 of 5 就代表說我們要收集5個披薩嗎對不對 有點類似那種 Slenderman的遊戲 呃 他怎麼來這麼快啊 不要鬧連開場都不能做好不好 真的是不要鬧耶 這門可以開嗎 不行 那我們趕快來找這個披薩好不好 趕快開始踏上我們的尋找披薩之旅啊 不要讓史瑞克吃 他已經很胖了 不要再給他吃了 OK 等一下喔 這地圖感覺有點小喔 然後這個門好像都不能開 欸 欸 我找到一片披薩了 披薩了 可以耶 想吃我的披薩是不是 吃我的屁股啊 他在哪裡啊 欸 我看到他咧 他過來咧 哈囉 哈囉 他走得有點慢其實 我覺得不用太害怕好不好 肯定是對我們這種高手不會造成任何威脅啦 OK 哎呦 他怎麼繞進路啊 他好聰明啊 啊幹 我完了 我死定了 忍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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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出來了好不好 我們出來了 我們很健康的出來了 欸你好啊 欸他真的走得很慢耶 這款遊戲讓我完全感受不到那種緊張的感覺 這史瑞克跑這麼慢 我需要害怕嗎 不需要嘛對不對 我相信各位在看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害怕 可憐啊 這遊戲就這麼可憐啊 欸 這死路嗎 完了是死路 我真的是哭了 來 我們再一個繞道戰法好不好 無無無無 沒事 史瑞克很可愛的 不要緊張 那我們插兩片披薩這個遊戲就結束了 超糞 超級糞 完全 不在幹嘛耶 可以學一下那一款麥當勞兒童餐的遊戲嗎 那款恐怖多了好不好 這一款完全就是給 弱智玩的 史瑞克叔叔 诶 我找到披薩了 這裡也沒有了 ok沒了 快出去快出去 他又來了 好,我們在這裡等他一下 等他要繞過來的時候,我們繞過去繞過去 OK,Fly good 四片披薩了,差一片 這裡應該會有一片喔,我感覺 對不對,沒有耶 蛤? 欸? 那最後一片在哪裡啊?奇怪 我已經繞了整張地圖啦 懸疑喔,非常非常懸疑喔 喔,在這裡是不是 肯定在這裡 欸沒錯,我找到了 欸這真的太簡單了吧 這個我用單手玩都可以贏啊 真的是 沒有任何難度也沒有任何遊玩性質的遊戲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好不好 超粉 不玩了不玩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尹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 分娩受害者 那分娩呢就是 生小孩子的意思啊 生小孩的受害者 所以這是一個 墮胎的故事嗎 在這裡奉勸各位渣男啊 不要亂墮胎啊 那小孩跟著你啊 晚上會去找你喔 這個遊戲的故事背景啊 是說有一個叫做外送員的先生 不是,有一個外送員先生 他正在將包裹送到某一間房子 但是那間房子裡面沒有任何人 我們的目的呢 就是要找到房子 主人留下的線索 並且找到房子的主人 好不好 那這個房子的主人 我為什麼要找他啊 我是他的誰啊 關我屁事啊 我只是個送外賣的 為什麼要參與這麼恐怖的事情 前面有棟房子 我們進去看看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有沒有線索啊 哈囉 有 有兩個桶子 然後這應該是 欸,裡面好像有東西耶 開門 欸 FBI啊 開門啊 沒東西嗎 這裡應該是那種 養小雞雞了吧 對不對 養那種家畜啊 家禽啊 一堆畜生兒子啊 對 都可以養在那種房子裡面 好不好 好啦 我們進去看看 就是這棟吧 對不對 看起來有夠破的耶 那個小煙囪 煙囪還有火光 就代表說裡面有人啊 那他去哪裡了 他死掉了嗎 這個車也是報廢啦 你看這個輪胎都沒有 有夠窮的 這一定是個窮苦的人家 爺爺 我來幫你們忙了 爺爺 爺爺你在哪裡啊 爺爺 有把鑰匙耶 然後就什麼 Get the key 拿著鑰匙 然後去地下室 我們會在那裡 等你啊 什麼東西啊 他叫我送外賣 然後又叫我去他的地下室 誒 妹妹 呃 小姐 呃你還好嗎 小姐 鞋板 誒誒對不起 誒我很抱歉啦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故意的 誒 好啦 那這一次我們知道要幹嘛了 好不好 看看這個森林裡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 什麼狗屁都沒有 肯定是坐著懶的坐 好不好 等一下 有墳墓耶 我們先去看看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墳墓在搞什麼鬼 蛤 裝死是不是 又起床啊 他會出現在這裡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撿到鑰匙之後呢 他就會出現 那我們逃跑路徑就是 直直的往他的懷裡面衝啊 好開心喔 第一次被女生熊抱好不好 要珍惜啊 他在外面對不對 對沒錯他已經在了 地下室 難不成是這裡 不對啊 那他講的地下室是在哪裡啊 是在外面的 外面的 是剛剛養小雞雞的地方嗎 看起來應該是我們要通過那扇門 他才會來追我 好啦我們直接衝啊 不要怕 沒什麼好怕的好不好 男生被女生追的時候要心懷感激的接受啊 好不好 不管那個女生多醜啊 你都要學著接受 我們要有寬廣的心胸 去包容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女生啊 這個就是個 暖男 也就是我平常的形象 我記得我剛才有看到一個類似高塔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先去那邊 欸我看到了喔 我找到地下室了喔 還在那邊閃光啊 嘲諷我是不是 我來啦 欸開門啊 OK 養成良好的習慣 關門 來啊 你過來啊 北七 北七 欸那個北七 欸他來了他來了 他不會在我後面吧 先不要 欸沒有欸 啊這個地下室怎麼亂成這樣啊 被人家闖過空門嗎 可憐啊 欸為什麼靈敏度又變這麼低啊 這遊戲是怎樣啊 意圖操控玩家的滑鼠靈敏度 然後想要玩家死欸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是很過分 怎麼一個警衛伯伯跑過去啊 你在幹嘛啊 在找廁所是不是 警衛伯伯 沒人 沒人 欸哈囉警衛伯伯 最好是不要給嚇我喔 我手裡有槍喔 沒有沒有 我胯下有槍喔 真的是不要逼我欸 有沒有東西 沒有 沒有 欸你好 這裡會有嚇人點對不對 沒有嗎 奇怪 看起來是一間要進去的房子 結果沒有嚇人點 啊我的滑鼠怎麼又變得這麼快啦 這遊戲 他會一直控制玩家那個滑鼠靈敏度欸 這款遊戲做得好欸 欸 有動畫 噓噓噓噓 快跑啊 不會跟我講結束了吧 我從一個噩夢中醒來準備分眠 現在請點擊繼續 然後 開始真正的分眠 在講什麼東西啊 所以剛剛是一場夢嗎 我夢到我被一堆人追殺然後被一堆人吃是不是 可以啊 關門了 啊這個滑鼠又變慢了 啊 OKOK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要有 我們要有一點忍耐力好不好 要有一點耐心啊 不要為了一點小事就暴怒 OK 那這裡 這裡是哪裡啦 我要去哪裡啦 開門啦 欸 喜愛額開門啊 有沒有喜愛額在這裡啊 打不開欸 太黑了吧 我的手電筒咧 這裡沒路 那 欸 他怎麼又在這裡啊 啊現在到底是怎樣 還在做噩夢嗎 我現在是要幹嘛 我現在是要給他吃掉嗎 旁邊看起來 沒有路可以走啊 黑的跟屎一樣耶 我把亮度調亮一點 等我一下 我們把我們的螢幕亮度調到60% 亮的跟鬼一樣 欸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看到門了 所以是要往這個門衝嗎 我看一下喔 蛤 他在我後面 欸 喜板如馬 你不要這樣啦 不要啦 沒有人 好的 那我們去撿這個鑰匙啊 應該是這裡吧 桌上寫著 呃 Don't try to fight Only hide 不要嘗試戰鬥 只要躲起來就好了 我把出口的鑰匙放在上層 上層 所以是說樓上嗎 我去看看啊 好不好 我去看看 欸看門啊 不是這裡耶 欸 欸等一下 這裡有路可以走耶 喔 這裡是互通的啦 那上層要怎麼去啊 我沒看到這裡有任何類似樓梯的東西啊 哪裡有樓梯 欸 我又有一次的樓梯啊 沒有啊 這裡沒有樓梯啊 在這裡 沒有 欸我已經把螢幕亮度調到60%了 我還是看不到裡面長什麼樣子 這遊戲也太暗了吧 在哭是不是啊 蛤是不是在哭啊 哪裡啦 蛤 這是手電筒 你們有看出來那個手電筒嗎 我剛還以為是一坨屎你知道嗎 這坨屎屎竟然是手電筒耶 好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上樓啦 欸 樓上的 小心點啦好不好 哥哥上來啦 欸我的滑鼠又變得很快耶 看這遊戲 這遊戲純心找查你知道嗎 真的是在找查 哈囉 下面是我們剛上來的地方 看紙條的地方 所以不用下去了 我們只要往這裡走就好了 欸鑰匙咧啊鑰匙咧 前面有一盞台燈 燈上也有駝狗屎 欸有鑰匙咧 溜了溜了 我後面有人 我前面有人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欸不要啦 欸我可以直接下來嘛 水啦水啦 溜了溜了 好不好溜了 我先走了 沒了 好耶好玩 又是一款精彩的遊戲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遊戲啊 我給這遊戲 好評好不好 這款遊戲我個人認為這個操作是非常非常 具有挑戰性的 它會不斷的更改你滑鼠的靈敏度 它不僅從畫面攻擊你那個恐懼的心 還偷偷調你的滑鼠 讓你的心態炸裂 使我們這個玩家呢 感受到身心俱疲啦 好不好 身心俱疲 從不同層面攻擊玩家的智商 這款遊戲非常非常高級 真的非常非常高級 到頭來我還是不知道這個房子的主人是誰 只有一個婊子一直在抓我 不知道在幹嘛 如果 柔兒是100分的話 那這款遊戲 大概是 0.087 好不好 0.087 再高0.01 對我都是一種羞辱啊 真的是媚者良心在評分啦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這款 這個遊戲叫什麼名字啊 這遊戲叫 喔 分娩是不是 分娩受害者 OK 我們的分娩受害者 就來到這邊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OK 我們把這款遊戲 偷偷摸摸的 丟到垃圾裡面 你會不要吃我的西班農嗎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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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